啟動表單的方式 我們上禮拜有講到 你這邊可以增加一個按鈕 然後執行的時候 執行會執行那個module 模組裡面有個啟動表單 Home.show 他就等於是按下這個按鈕之後 按一下畫面上的按鈕實際上就是啟動什麼啟動這一段程式 所以你按要右鍵 這邊有個指定聚集 就可以把啟動表單指向給他 那實際上按一下他就等於啟動了這個程式 那這個程式的話就會把那個畫面叫出來 那這個 表單就被啟動起來 那當然啟動的方式 我這邊是利用那個插入裡面的那個 圖案裡面的圓角矩形 圓角矩形 或者你們可以用開發人員裡面的這個 插入裡面的這個表單控制項這邊有按鈕也可以 那或者是說呢 其實如果你要做可愛一點的話 其實呢你用這上面圖案其實都可以 基本上你一個笑臉也可以 沒有問題 這個笑臉呢 按右鍵 也可以去執行 某一個聚集 指定一個聚集 也可以啟動表單 有沒有 按下確定 啟動也不會有問題 按下他也是可以啟動 那他的好處怎麼樣呢 就是說 你這個上顏色 其實像那個這些圖案 如果假如說你這個系統是 是 是自己在用的話 你什麼顏色都無所謂 因為這反正是自己開心就好 看得懂為原則 自己用的話 那啟動的方式 至少就是有這這幾種 比如你可以從開發人員裡面去 插入一個按鈕去啟動他 或者是從那個圖案裡面去啟動他 那另外 之前有同學有一些需求說 老師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我開啟這個檔案的時候 比如說我 這個先關閉好了 先不要儲存 OK 如果說我當我 我希望就是說 當我 啟動這個程式的時候 啟動這個工作部的時候 這個工作部 打開的時候 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就自動怎麼樣呢 幫我啟動起來 因為很多時候其實你打開 你就希望他已經啟動在那裡了 就就已經準備不用說你還要再按一個按鈕他才啟動 那如果說你今天希望 一開啟工作部 就打開 這個表單的話 那怎麼樣去做一個 設定 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們還是要 撰寫程式 那這個程式部分的話 特別注意就是說在開發人一樣 那他的 觀念是這樣就是說 當工作部 被打開的時候 所以 工作部 我們一個 Excel檔案就是一個工作部 那當工作部呢 被打開 打開的話 就是一個事件 Open就是一個事件 那這個事件裡面 你就可以怎麼樣呢 寫一段程式 那一段程式就是什麼 就是home.show 就好了 所以基本上我剛 可以一開啟 就可以把那個 表單叫出來 基本上是寫在 第一個 先叫visual basic 把它叫出來之後的話呢 再來各位可以看到 在我們的專案上面 這一定是我們的 這個這個檔 一定是一個 VBA的專案 專案裡面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這底下有個 Microsoft Excel物件 其中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就有一個叫 list workbook 好 也就是說 workbook是工作部 指的就是 這一個 Excel的檔案 那這個工作部呢 請你把它點兩下 打開來 其實預設裡面 是這樣子 你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 這邊注意 點兩下之後 表示說 開啟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這個 一般裡面 會有一個workbook 也就是說呢 當這個工作部 怎麼樣呢 被 打開的時候 open的時候 那程式就寫在這裡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 點一般 原來一般對不對 把它點workbook 他就自動怎麼樣呢 自動幫你在這邊底下 加了一個 一行 程式就是 叫做workbook 底線open open是一個事件 那他的預設的事件 是open 所以你不用去更改 那當然 在事件裡面呢 除了open之外 還有別的動作 比如說當什麼呢 當workbook裡面的什麼 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 蓄詞蓄詞的工作表 change 改變 那也會觸發這個事件 也就是什麼事件 觸發了 你就可以資金什麼樣的程式 就在這邊寫 不過有的時候當然你不要亂寫 因為有的時候這個 每個事件都每個事件的做法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們常用的是open 另外其他 說真的 這麼多事件說真的也不見得每一個你都要 要去用它 你真的要需要的時候再去使用它 不然的話會產生一些問題出來 那我們這裡只需要一個open 那裡面就寫一行程式就什麼 去跟告訴他說呢 你當我 當這個 工作表 打開的時候就執行什麼 home 點什麼的 點show就可以了 所以你就打一個show 這樣的話就ok了 他就會怎麼樣呢 幫我把這個表單給打開來 所以這裡這地方的話我想各位 試試看 如何在 如何啟動表單 第1個 第2個如果如何在 啊這個 工作部 啟動的時候呢 也順便把表單給起 啟動起來 OK好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